一个顾肾经的方子 简单两位中药泡水 可疯藏肾经 阴阳霜 肾藏不如经 肾虚该怎么办呢 大家好我是沈医生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 只需要两位钥匙同源的中药 泡水的小方子 可顾肾藏经 阴阳霜 相信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情况 年纪轻轻 却经常感觉浑身乏力 没精神 干一点活就腰气酸软 晚上也经常睡不着 小便也比较频繁 而且很多男性朋友 办事促误也非常快 知道自己是肾虚 所以有些朋友 就许吃一些不肾的食物和中药 但是大多数情况 是当时感觉有作用 过后还是老样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实际上从中医角度来说 这都是因为肾经亏虚所引起的 正所谓肾为先天之本 肾藏经主生长发育 当肾藏不如经 经气一直往外流 就好比一口钢破了个洞 水一直在往外流 而这时无论加多少水 这口钢都加了满 肾也是如此 当肾顾不住经气时 这时候无论吃什么补肾的食物和中药 大多数都是没有作用的 怎么补都不行 所以此时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先把经气顾肾 而不是盲目的先补肾 那我们应该怎么顾肾呢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位中药 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两位中药就是腐盆子和桑胜 没想到吧 他们两位被誉为中药补肾的梁山伯和助音台 可谓是补肾界的黄金搭档 我们先来看看桑胜 他可是一位药室同源的中药 胃肝酸寒可入肝肾经 他的补血滋阴 生肌润躁 补肝益肾 对于因肝肾亏需导致的 玄晕耳鸣 心悸失眠 便秘耳鸣等情况有不错的改善 再来看看腐盆子 腐盆子也是一位药室同源的中药 他性格比较温和 可以补肾易经 而且胃酸主收 可以收敛固经 因此腐盆子的好处在于 补和固同时进行 它可以帮我们把肾的精华给锁住 还可以助肾封藏 总本桑肾 补肾滋阴 腐盆子 固肾藏经 这两位中药合用不仅有助于机体的阴阳平衡 还可加强补育肝肾 固肾藏经 既补充丢失的精气 同时又防止精气再次丢失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提醒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辩证条理 不要自己抓药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沈医生 感谢关注